几十只狗狗 头身穿脚下的流浪狗园 是徐奶奶一手打造 数年来 她不断收养流浪狗 提供他们吃 祝医疗照护 现在就陆陆续续 又都会救到一些 看到很可怜的 我们就只好把他救回来 然后就越来越多 现在就那边大概六十多只 这边大概四十几只 徐奶奶爱心满点 但这么多狗开销压得它 转不过气来 还好遇到了几位爱心房仲 打扫狗园替狗舍 披上遮雨的房仲 他们是二十一世纪 不动产桃园义文店的房仲 因为本身都很爱狗 但某次照顾流浪狗的时候 认识的徐奶奶 开始成功帮助 除了利用休假 并且来遮打扫修补狗园 他们店内还收养了 两只流浪狗 一批看体型 爱心的人其实蛮多的 对 所以说我们店里不排斥养狗 那也透过希望说 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 志工日或爱心的一个 一个行动日 能够唤起我们自己企业里面 更多这样的一个认知 好 再周报 陶渊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